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拜给油文 而且他们进攻火力不错 今天的比赛之前进球数也只是比油文少 上半时萨索罗面对防守还不错的费拉拉没有多少机会 下半时第51分钟 费拉拉左侧脚球机会 皮球被萨索罗门将孔系力解围出去之后 费拉拉外围人设 埋伏在禁区的费力配将球撞进网窝 不过主裁阿巴蒂斯塔 在VAR确定后进球被吹掉 仅仅过了8分钟 伯加中路送出绝妙直塞 巴巴卡快速插上的球突入禁区后怒射被门将戈米斯扑出 阿德亚旁拍马赶到补射得手 萨索罗可唱1比0领先 中场前 费拉拉后防送里 萨索罗断球发动反击 替补登场才3分钟的马特里单刀赴会 面对门将他选择挑射 皮球被戈米斯挡了一下 不过马特里还是拿到了皮球 不射击中远端门柱 内侧弹入网窝 萨索罗2比0锁定胜局 AC米兰这个赛季表现并不好 少赛一轮的他们和恩波利一样 在将级区附近徘徊 今天来到卡洛卡斯特拉尼球场 他们也是力争全取3分 AC米兰将来很快进入状态 反客为主的他们第9分钟取得梦幻开局 在中路一连串的配合之后 拉科索尔特左路下底船中被解围 他再次的球后又强行突破 传中 克鲁尼其解为失误 皮球正好落到比格利亚脚下 比格利亚轰出一记精彩的世界波 皮球打到卡佩斯后折射入网 AC米兰1比0领先 第69分钟 米兰中尉罗马尼奥利 自己进区内草率出球被米切德利泽断下 罗马尼奥利背后将米切德利泽放倒送米 主裁法布里在VAR确定之后吹罚了点球 卡普托主罚一蹴而就 恩波利1比1扳平了比分 最后时刻苏索的数次必进球 被门将特拉西亚诺神勇化解 而这也是本场比赛米兰的一个缩影 最终他们就是得势不得分 客场被恩波利1比1逼平 积分榜方面 有6连胜高居榜首 纳布勒斯三分之差紧随其后 黑马萨索罗今天完胜之后超过拉奇奥杀入前三 两分之差紧追纳布勒斯 值得一提的是萨索罗前六轮的进球数超过了游文 成了目前进球最多的球队 AC米兰在今天占平之后 少赛一轮已经胜球优势上升了两位 是首榜方面 还是皮叶泰克六球名跑 因西涅五球紧随其后 C罗 以莫比来等金靴热门三球排在第五 萨索罗的伯阿腾三球是对内进球最多的球员 他们和尤文一样都是全面开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